就是体育股、李宁 因为计划配股 就是先救后生的方式 配售8800万股 配股价是 介乎87到89元 比起昨天的收市价值 折扬最多8%以上 集资的话 就是最多78亿3千多万 怎么看 李宁的配股 其实折扬幅度又不算 或者是很惊吓 对股价 你看看影响大不大 如果说一直有持货 应该怎么部署 没有货又是时候买呢 好 对于李宁配股 我想第一 配股的规模有多大一个重点 折扬有多大一个重点 但怎样也好 其实对于股价来说 起码短线 是一定偏向负面一点 再加上这两天的大市 都一样一样 所以我觉得 我看现在开出来的 价格也是下跌的 这个是正常反应的 但是我自己说的话 如果提供用品股 我自己踢爆了 我一向就选两个 第一个就是 偷博 就是失败了 第二个 大家常常问 李宁的安踏呢 我斩钉切碟跟你说 一定是李宁的 不用问我了 但是 李宁我要多少钱买呢 大家知道 80元 是买到的 澄清 因为我最近常常澄清 肥仔 有 之前穿过80元 是的 肥仔你的东西都买不到的 其实现在一直都买到 还要 让我那个价格还跌了 大家反过来 还没跌到 为什么跌不到 跌了就说 为什么跌了 我真的很难搞 不要紧 80元是买到的 但是上到95元这些位置 我就觉得收够了 所以 之前来计就买了 沽了 现在下来的话 现在大概90元位置到 没东西做 如果你问 因为市况 因为配股 因为其他因素 它下回80元 我又觉得可以吸纳炮 当然了 80元是我给出一个大概位置而已 大家再根据你对于后市的判断 以及你的资金的情况 做回一个决定 不是啊 我都不用像这个肥仔这么保守的 我85元开始 下面就开始分住 都可以的 不是啊 这个肥仔最近都有一两只是输钱的 我还是不要相信他了 我78元我才买 这个就大家最后做一个决定 但是我的话 基本上都 近这三个月都没变过了 80元 我就觉得可以买 因为始终 你可以说到很多好的原因 但是 其实它的股值就不是便宜的了 所以 现在的市况之下 我都不想在比较高的水平 太进取地买一些股值高的股份